通过以前的电视实话实说栏目 这个实话实说的这个揭秘 伟科学这样的一个系列栏目 引起了我们中国整个社会的极大的反响 因此这样的一个伟科学的揭秘 对于中国重新来认识 传统里面的一些 与现在的一些问题 是非常有积极的意义的 那么司马尔先生是高级的经历师独立选择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独立说 旨在监装当时举国盛行的特异功能 骗局其对传统巫术当代邪教为科学的研究 被守海洛外的瞩目 为此当选了中国十大青年新类人物 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 能获中国首届反伟科学特别贡献奖 被提名为中国改革开发30年杰出人物 美国周康将其评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人之一 他不仅仅是在电视台是一个著名的主持人 而且在学识和素养方面有深厚的文化体育 那么各大学纷纷配品 台为科学教授 北大呀 焦大呀 中国政法 新 基尼大学等等 院校 还有各家电视台各类谈话节目中当跟主持 并独立候选的身份 选入人大代表 我想斯文先生经历了很多的工作经验 经历了很多的这种人生的不同 在改革开发当中 结束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时代的变迁 有的丰富的这个机会 我们今天能够请到他来 给我们讲中心文化的比较当中 谈中国的文化自信 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让我们大家也热烈的掌声 对斯满老师表示热烈的欢迎 就坐着讲 随便 就坐着讲 好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 我想什么人到清华大学来 都需要有一点敬畏 有一点谨慎 因为清华大学有朱子清 和胡总好 我是想今天讲几个问题 一个是讲讲 文化混血时代的幕后席 也就是说 眼前的事我们今天有了Google 有了百度 有了今天各种搜索引擎 张朝阳的搜索也都在内 您说谁要特知道事 比别人都知道 说这人特了不起 我觉得在过去啊 是个事 比方说台湾李敖先生 他拿着一个小本子来 说你看 这一段那本书上怎么写的 这事你们都不知道 我知道这一段那段 我们家多少藏书 在二十年前 这样做学问的人 大家一看 学富武车 不能不配合 但是今天李敖先生 您那个东西 只要是上了互联网 只要我Google 我轻轻一点 您说您比我多知道多少 未必 我可能比你知道的更多 也就是说 在今天互联网时代 知识就是力量 必须做出进一步的修正 判断可能更能够显示力量 而判断要建立在 对已有的信息的 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 所有的台前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Google到 百度到 都可以呢 眼前见到 但是幕后的大西 更值得看 所以今天我们主题是讲 文化 产业问题 讲文化自信问题 我想第一个 跟各位说说 文化混血时代的 幕后大戏 第二个呢 我想讲讲 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个人主义问题 以及个人主义 由此的 生发出一些连带的问题 第三个讲讲 西方文明特征的另外一个东西 那就是唯我 独尊 依神教 绝对真理问题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还想讲 想讲一讲 今天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这么不安宁 世界为什么这么动乱 为什么那一些国家看起来 又穷 又破 又乱 而有些国家看上去是那么富足 那么绅士 那么体面 那么居高 零下 牛逼红红 如果还有时间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征问题 我想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 今天如果不够的话 下次我们找机会再聊 今天世界一体化 多元化 文化多元化 世界一体化 地球村的概念 深入人心 你就去街道里面老太太 都知道世界小了吗 小小地球村了吗 文化相互嫁接了吗 可乐里边放姜丝 炉子上熬了以后 致感冒了 僧人 法师 到清华大学 读文化产业季修班了吗 洋人生活在我们社区里边 旁边挽着一个中国的姑娘 两人做亲密状 中国人看都懒得看了吗 世界文化是如此紧密的 联系在一起 全球的这种 多极的 文化 今天呢 高度的融合 这好像是一个定论 好像是事实 美术作品也不例外 这中国的出去了 外国的进来了 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双年展 各种各样的美展 只要是在美国预计性 哇 飞机 波音747 全过去了 只要不掉进来 掉到太平洋里 那就直接参加了 参加就回来了 或获奖 或不获奖 好像是这样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人如此提出疑问者不多 但法国人 有鉴于此前的地位呢 不在了 所以法国政府 为此忧心忡忡 那个小个子萨克奇 跟中国人说话的时候 他要摆一点高路人的 那种居高临下的尽头 但是对美国人 他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一种感觉 所以法国政府受命 一个叫多哥的先生 哥曼的先生 阿兰哥曼 干了一件事 就做了一个专题调研 国际当代艺术体制于市场 这是标题 其实核心是调查 主导性国家 在当代艺术界和市场上的作用 主导性国家 主导性国家是谁 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一般人容易用 中央人喜欢西方 西方 你们西方人 甚至干脆洋人 但是洋人 堆里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也是小圈 外边是大圈 中圈大圈 一圈圈画的 画到最后连点连衣都没有 主导性国家 是哪些国家 法国艺术家眼里 法国政府艺术官员眼里 哪些国家是主导性国家呢 法国政府的报告认为 是美国 德国 如果往下再数的话 第三个要数到那个山民聚集的国家 瑞士 再往下 才是英伦三岛 所以法国人呢 就经过调查 看到了一种现象 在所谓文化混血 世界一体化 文化多元化的这种表象下边 其实是深刻的 一元化 一元化是什么话 根据法国人的理解 那就是美国化 细讲讲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一个话好不好 如果说五十年代 我们知道 徐北红的好 林峰绵他们的好 再后来我们知道 纪上仪的不错 再后来我们不知道 谁的好了 画一个傻小子在那儿 没眼睛 没脾气 没脸上 三十一块表情机 就剩一块 都这样 然后做成一排 好家伙 在美国排出大架起来 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什么叫艺术 什么叫不是艺术 艺术与非艺术 标准在哪里 不清楚了 就原来我们清楚的事 不清楚了 我们糊涂了 甚至过去我们说 那事是恶心的事 现在变成艺术了 与堂说 某人去嫖娼 见到一个妓女说 我想跟你好 人妓女怕什么 妓女一听 来吧帅哥 然后他接着说 我想跟你生个孩子 人家妓女 啪就给他一个嘴巴 你俩有病吧 好 再换一组镜头 另切一个画面 还是这一套 我想跟你好 我想跟你生孩子 人家也不能容忍 最后找到一个 愿意给他生孩子的 最后呢 孩子生产的过程 就毫发必现的 把他记录下来 而后孩子生下来 而后出现一条狗 而后孩子帮 对不起 我想说孩子把狗吃掉 说错了吧 狗把孩子吃掉 吃的过程记录下来 OK 据说这艺术啊 这特艺术 过去那么多中国艺术家 中央美院培养了那么多人 没人敢做这艺术 观念突破 据说今天的艺术 根本就不在你画的好不好 什么透视关系啊 什么侧逆光使用啊 什么构图啊 什么都不讲了 今天讲一个新的艺术领域的开脱 看哪种绘画语言 哪种艺术语言 是你独家拿出来的 还不够 据说是你独家拿出这种艺术语言 也不行 重要的是你这种艺术语言 让谁心里滴血 让谁心里舒坦 据说这叫观念突破 在座的各位清华的老师同学 在座的各位大艺术家 文化官员们 我不是艺术圈里边的人士 但是我关注这个领域 我以为像这样的一些东西 都有审视之必要 都有研讨之必要 但是实话说 先见对于这类问题的 旗帜鲜明的批评 更先见在这个领域当中的 高屋建领的 有学理的 有文化背景的 有水平的分析 有人告诉我说 今天这个世界上 你是哪国家人都不重要 国籍根本就不重要 关键是看你艺术家的才能 关键看你作品的价值怎么样 我看中国有些画的不好的人 在国外频频拿奖 而且能拍出大架起来 我一度也产生恍惚感 我误以为是不是真的这样 但是法国人 阿兰哥曼的 受命法国政府做的 一些调查报告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 谁说国籍不重要 国籍非但重要 国籍是标准 国籍是一项重要的标准 当然了 比国籍还要重要的是居住地 这像我们今天会查 查一个人 现在我们能拿身份证找人 非常难的 很多人以为 国安局一找就找着了 他不容易找啊 比方说 本人的身份证上写的 我的地址 是西长安街110号 在座各位 你到西长安街110号 你到太师所 看我的身份证 你查我查不着 因为我25年前我住那 大学毕业之后 分到国务院机关 然后呢 我们小青年 都给我们弄到 西长安街110号 一片桶子楼 一片破平房 但是27年之后 我早就不住那了 但是我身份证在那 我的居住地那地方 如果相当于国籍 我的那个 身份证那个地址 如果相当于国籍的话 但是我现在住在哪儿 才是最关键的 我现在住天通院 我住在哪儿 才最重要 但是在当今世界艺术品市场上 如果你真住天通院 你算西洋的菜了 没戏 因为今天 你要住在美国 或者住在德国 至少要住在瑞士 或者英国 那才够 far 那才是人家圈里的 大狗过来一闻 那味对 否则人大狗一闻 不对 那好 莫莫 逐出门外 尼尼利亚个黑人 叫恩威佐尔 据说霍甲 他的作品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位老哥哥 我看您一直神情特严肃 我说啊 尼利亚个黑人 叫恩威佐尔 你们艺术圈里边 特有名的 这人霍甲 他的作品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也不了解 发誓 莫里特佛 谁知道 谁告诉我一下 丹鲁老师告诉我 说我们这帮人 全是些 这个文化界的精英 我看了看 有几个文化部的 那个领导同志 所以大家都特严肃 那漂亮的姑娘你说 现在我任命你当班长 你也不知道 有个韩国人叫 白南准 白南准的作品是什么样 谁知道 那好 如果这样都不知道 第三个各位一定知道 中国有一个人获奖 在国际上获大奖 这人姓蔡 这知道吧 你看看 蔡国强 蔡国强按这个国籍来说 是中国呀 但是蔡国强 呆在美国 所以法国人就不服气了 法国人统计了一遍 才发现 2000年以前的100名艺术家 前100名 就按照卖画卖的最牛的 100名艺术家里面 欧美籍的占了89% 可是如果按照居住地来做分析 那就占到98% 怎么样 报过来 所以国籍重要不重要 出身重要不重要 不是血统论 但是呢 你是不是 朝中有人 你到底你们家祖上呢 是什么样的人家 这事还是很重要 跟现实的我们世俗的社会的观念 差不多 美国和德国 现在在艺术上 两个人被 有人称为周星国 可德国 为什么他能够在艺术上 跟美国 标子这么紧 仅仅是有钱吗 毫无疑问 有钱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仅仅有钱是不够的 这里边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当时德国 柏林 有个柏林墙 德国呢 处在呢 东西方冷战的最前沿 美国人的直接介入 德国人 反正你在二战的时候 你抬不起头来了 你做了 缺德的事 丢人现眼 好 现在美国盟军 全面接管 接下来 我把你作为桥头堡 美国的艺术 就像美国的那一个 其他的 各种力量一样 美国艺术的入侵 反抗苏联 美德结为轴心 所以美德在艺术上 这种所谓轴心 其实还是美国轴心 德国 是处于一种腐蜀的地位 二战之前 在世界上如果谈到艺术 据说是一定 说法国 对吗 那位法师 二战之前 包括二战之后 直至上世纪 五十年代 在这个世界上 谁指艺术之牛耳 好还是不好 艺术还是不艺术 什么样的品位 什么样的走向 由谁决定 法国人 所以西北红 法国六千回来 办中央美院 当院长 那时候绝对正统 代表西方的绘画的文明 艺术的文明 但是 后来情况变了 法国走下坡路了 美国人成了最艺术 我最近刚拍了一个电视剧 电视剧的名字叫徐维宏 是北京电影制片厂 著名的女导演 王好为导演 电视连续剧 徐维宏 扮演者 今天大大有名 是北京人艺的 老演员 潜伏的路桥山的扮演者 吴刚 他演徐维宏 你们觉得他演的像吗 合适合适 男一号 女一号 是大名鼎鼎的刘晓庆姐姐 刘晓庆要在戏里面扮演 一个18岁的蒋碧威 跟着徐维宏的 那个同志 您这周围头 我就不同意了 你的意思是 刘晓庆不能够在演技上 时间突破 演出那个纯情的18岁的 江南大家闺秀 为了爱情 私奔到法国吗 这的确对 小庆姐姐的这个 演技构成挑战 但是 现场有人就在那议论 发些不负责任的议论说 当然对我们的欣赏 更构成挑战 男二号的扮演者 张道帆 国民党中央常委 宣传部部长 蒋碧威的琴 北京说琴 更土的话叫棒尖 多少年跟蒋碧威 私交非常好 所以有人说张道帆 国民党高官 其实真是为了爱情 蒋碧威都多大年纪了 两个人还那么好 蒋碧威跟许北红离了婚 离婚之前他们俩就好 离婚之后还好 说明人家国民党的高官 有腐败的 但是张道帆的腐败 那是为了爱情而腐败 有了高尚的借口的腐败 据说也是腐败 张道帆的扮演者是杨立新 任意的演员 齐白石在剧中出现 里面还出现很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人物 大约一百多位艺术家 我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 演一个日本人 齐白石的扮演者是 齐白石的扮演者是 葛优他爹 葛存壮 你别说老爷子 扮上胡子还真像 胡子扮上 躺在那不动 我也一个日本商人 严下次郎 日本东亚银行住 北平商社的总裁 我为了父亲的七十大寿 到齐白石家里面去 软磨硬泡 软硬兼施 就是引诱老爷子 逼迫老爷子 叫他给我父亲作画 并且到当场去作画 葛存壮就 打扮演的七百十 就是哼哼哼不喘的 在那就一再拒绝我 然后我为了练这个日本人说话 费了好半天的劲 最后说的是半生不熟的日本话 比方说我带着我的秘书 是中国秘书 到场上去之后 中国秘书嘛 带着日本总裁来 就胡驾胡威 厉害 凶 一步嚷嚷 我当时我就骂他 不敢 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 齐白石先生 脑袋往这边一转 然后对齐白石先生说 齐先生 我得真正是你的 艺术的崇拜者 三年前 我第一次看到先生的作品 我就为先生的作品征服了 当今中国 如果能够得到一副先生的作品 那是三星有星 先生的作品 用日本话说是 Solivari di ban disney 用中国话说是 喵不可言 喵在死与不死之间 台词俱长 我台词俱长 这个后来就有人说 说这司马男想不到 他说日本话 说的还挺像 我可以教台词过 因为演员讲日本话 这很难讲的 因为你要讲全中国话吧 跟中国人的表达是一样的 我们不接受 你不像日本人的 你要说的别人听不懂 就像那个什么 有一个专门演日本鬼子的 日本演员到中国来 那么中国老百姓 我觉得不接受 所以这劲很难拿 天下事往往就在拿捏耳子 二战前 法国牛得不得了 艺术直牛耳 但是美国人发迹了 美国人有钱了 美国人成了领袖了 美国人两次大战 打完了之后 一跃而成为全球第一了 那法国艺术就不行了 法国这时候 你再怎么拿捏也不行了 因为你老是不合自己的身份 美国人不大接受 你们高路人 依然呢 职艺术的中心 所以美国人要把 美国人认为好的那个艺术呢 变成艺术 或者是不好的艺术 我也用钱 用政治 用强力 把它砸成艺术 这个 法国人在分析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讲了个背景 说是 这个 哥曼排名的那前四位的 所谓主导性国家 他们都是安格鲁萨克逊民族 安格鲁萨克逊民族 而这个 法国呀 意大利呀 西班牙呀 这几个欧洲早年间发迹的小强盗 他们都属于什么呢 都属于拉丁民族 不但民族不同 而且宗教也不同 拉丁民族 意大利 法国 西班牙 他们多信什么叫 这些人 你像徐卫红笔下的一个人物 你笑起来更可爱 对 这样一心 我一夸你就晕了吧 就不晕也不知道 还是约了以后才不知道 都不知道 那拉丁民族他们一般信天主教 而这个安格鲁萨克逊民族呢 人家信基督教 基督教呢 和这个天主教 有很多人脑子糊涂 这个基督教 我说这基督教是中国概念下的基督教 而在西方呢 这个安格鲁萨克逊民族 他们信的是新教 新教呢 就是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那个教 原来的天主教 后来改革之后呢 叫新教 在中国天主教是天主教 基督教呢 是基督教 基督教就是新教 而在国外呢 新教就是呢 基督教 基督教和天主教没关系 是修正了天主教 那安格鲁萨克逊民族像 美国 德国 瑞士 英国 像这几个所谓的主导性国家 他们都是安格鲁萨克逊民族 然后呢 笃信新教 瑞士这个小国有点特殊 他不但 他有几个教区 那讲法语的几个区 讲法语区 德语区 还有讲英语区 他这个地方是加尔文教 也就是新教的一个发源地 所以法国人得出结论说 不是我们法国人丧失了艺术天赋 而是美国人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权利 把一不艺术的东西弄成了艺术 这个话可以作为一个结论 我是在相当程度上 相信法国人说的这个话 所以今天 我们的一些画看着不咋地 就能卖出去 而且卖出高洽去 这种东西 是有力量在后边主导 所以就是要把不艺术的东西 说成艺术 刚才一个小伙子给了我一本画册 说他爸爸的 我一看他画得相当好 但是完了 你这画卖不出大价钱了 因为你那些有写实主义 现实主义 带着俄罗斯的痕迹 你跟着列宾同志 那你今天美国人肯定不买你的账 法国人的账都不买 更何况俄罗斯的现实主义风格了 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马克思韦伯 他说出这样的话 他说基督教的新教啊 他这种文化重商 而天主教文化 中文 意思是说 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新教 他们就是一帮赚钱的 钱串子脑袋 而那种老太的基督教呢 他们呢 是要中文化的 另外一个学者 克莱尔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你仔细分析啊 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 美国的抽象审美的地理分布 抽象审美的地理分布 也就是说 美国人说 我这话之前 我现在都是抽象话 哎 他的地理分布恰巧 就和新教的国家地域重合 也就是说 差不多都出在那些国家 如果说 加尔文教 与资本主义相连的话 那么新教的审美 与抽象审美相连 也就是说 克莱尔的这个话 进一步论证了 法国人在这份调查报告里面 所发现的 美国抽象艺术 打败了法国艺术 抽象艺术之所以大清天下 能卖出好价钱来的 一个地理的文化的宗教的原因 抽象艺术过去不是没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中国几千年的绘画传统当中 齐白石老先生大写意 那这怎么就不是抽象呢 四与不四之间嘛 太四就太腻嘛 如果不四 齐白石老先生说 不是 则骗人 你画的根本就不像 压根就没画出的是什么 你说这东西 那骗人 但是太像 则太腻 腻呢 就是太像了 怯了嘛 完全一样了嘛 没有高于生活了 齐白石先生 老人家读书 老人家读书不多 人家呢 讲话论 讲的精道 所以 妙在 似与不似之间 好 美国抽象艺术 那就无所谓似不似了 鬼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不得了 火的一套糊涂 为什么会这么火 我们讲文化混血 后边的幕后大戏呢 要介绍一个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叫桑德斯 不知各位是不是留意过 一个叫桑德斯的先生 桑德斯写了过一本书 叫文化冷战 美国中央情报局 与文学艺术 在中国最早对这本书 做介绍的是 2012年的 美国的大学教授 著名的政治哲学家 叫王少光先生 中情局官员在这一点 人家一点都不隐瞒 中情局官员 特坦诚 特坦诚 说我们美国中央情报局 是抽象表现一属 真正的缔造者 我们是缔造者 原来你们谁没重视 我们把这个画种 我们把这种表现形式 突出起来了 于是乎 现在在世界上 就是超越绘画的东西 就多了吗 比方说 多普 极简 行为 那还有什么 装置 观念 影像 昨天我还参加了一个画展 我住的隔壁 有一个画廊 画展 每次画展我都去 迷你画廊 我们那个老板经常到 是那个 这个香港 去到到法国 还是到什么德国 当地去一盘 但是中国收藏家里面很了不得的一个 开画廊也是收藏家 他们家搞一个画展 我进去一看 我进去一看 一只死猫 跑到暖气片上 他那我一看 那猫还没死 肚子还会动 原来肚子里有个装置 就放电池 然后就会动 那个猫呢 做得很像 猫呢 做的体积比较大 白色 懒洋洋的 他们说你看错了 那猫没死 那猫是特别舒服的 就在那个暖气片上 正在享受 那暖气片看着很老旧 就像那个 河北什么早阳 什么暖气片厂 80年代生产的那种早气片 那种暖气片 再往里一看 一只死狗 那狗是真是死狗呀 那一个做的 类似这个 类似这个 这个讲台一样 那个一个装置 然后呢 死狗一半躺在上面 一半躺在下边 那死狗肚子也一样 瘦的不行了 瘦的残忍 好几个女观众说 哎呦 他好可爱呀 真可怜 真想把他抱回去 特殊材质做的 我问了猫的毛 是什么毛 他说猫的毛 是用那个 是用那个吐的毛做的 我不是说 这个东西不是艺术 这个东西确实做的很像 很像 很像猫 但是 但是这玩 怎么说呢 这确实超越绘画 你作为个人爱好 那无所谓 但是当这种东西被大力提倡的时候 中情局算一家单位了 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也是一家单位 除此之外呢 诺克菲勒家族 洛杠基金会 惠特尼家族的基金会 这几家 这四个单位 中国人喜欢说单位 这四个单位 在这种抽象艺术的推广方面 那都是举足轻重 所以他们是联合导演了美国的这种抽象艺术和政治联姻的故事 在美国有钱人的圈子里面有一种观念 说是购买抽象表现艺术作品 等同于爱国主义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因为在这方面呢 做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所以美国中情局认为 他们是国家的防御武器 就直接把国家防御武器这样的概念 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的等同起来 这种现象 我们其实一点不陌生 用我们中国人来话说 中国人的话说 这就叫做艺术为政治服务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误以为人家不讲政治 我看人家讲政治 而且这个政治讲的赤裸裸 讲的理直气壮 并且讲的很有成效 人家真的把世界艺术市场 愣给就挣过来了 你法国的艺术吧 你中国的艺术吧 你俄罗斯的艺术吧 对不起 你没市场 你卖不出架起来 你不信你拍个试试 但是美国你说的人不艺术 你说的没文化 好啊 他就能砸出大架起来 为什么呀 洛克菲勒家族收收购 为什么 纽约一现代艺术博物馆 人家收藏 好 多少艺术家能顶得住这个 所以我们有些小艺术家 无论是送装的 还是在通线什么装的 那好啊 甭说是洛克菲勒收藏 就去梯里吐鲁收藏 那只要给钱 咱也你要什么 我给你画什么 我在瑞士待过 我在瑞士待的时候 我老有个念头 你说你说这个国家的人 他平常又不上班 早早就关了门了 他怎么挣钱呢 他怎么就那么有钱呢 具体打起交代 一点不觉得他们的个人素质 要比我们更优秀再生地吧 后来有人说 全世界的钱 都往他们的存 不需要花钱 不需要花钱 那国家得有钱啊 人少 素质高 我去 我在他们那天 把大学带过 在瑞士期间的 联合国57届人权会召开 中国代表团派了几个人 到那去 讲法轮功怎么害人 然后瑞士政府 杨凤因为两面三刀 表面说一万水电灯啊 我把你们啊 政府代表团的人和这个 你们说的这个 军国功夫 Chinese功夫 军国功夫 他们是分不清 少林 分不清功夫 分不清武术 也分不清气功 什么鬼气功 特异功能 他们的都是 都是中国功夫 对吧 就是我跟 李洪志 中国功夫 为什么不让 练中国功夫 李洪志 我认识他 Belukis is good man 没道理讲 表面上 他很中立 其实呢 暗中支持 就是很强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对立 那种别扭劲 北京文化人爱说拧吧 你在那才发现 真的是很拧 只是他政治上的直接的冲突 到艺术上呢 可能就会好一点 但事实上 在艺术上 是人家在拧抱我们 以前我一直不懂 到底是 这个东西好不好 不就是两个标准吗 这个作品好不好 一是挣钱不挣钱 能不能卖出钱来 二是获奖不获奖 那谁能决定 这样是获奖不获奖 就是奥斯卡那边 有个平江委员会主席 咱们的巩俐姑娘 都曾经当过主席 以后有人说了 说巩俐在那 不过是一个笼子耳朵 笼子耳朵也是耳朵呀 但是你说 这个艺术作品 全世界获大奖 到底由什么人决定 是什么人 中国人没有人研究这个东西 我见何清先生 做过一些介绍 法国人研究的结果 说这个事啊 获奖不获奖 有五十个人决定 哪五十个人呢 据说这五十个人呢 用哥曼的话说 是个无形的学院 是个黑手党式的小圈子 当年的法国人 判断一个作品好不好 用学院来决定 那今天的这个无形的学院呢 就是美国人 为首的操荣辱大权 想说你好 你就好 想说你不好 你就不好 说你行 你就行 不行也行 说不行就不行 行也不行 又有一句中国的民间的俗话说 说你行不行这事啊 这三个行 一首先你得行 其次 得有人说你行 第三 说你行的人得行 比方说 胡锦涛同志 首先人家行 对不对 其次 有人说他行 第三 说他行的人很行 小平同志说他行 你说行不行 但是 医术品市场 在美国人主导的 这个医术品市场 这个隐形学院当中 无形学院当中 第一条没有 没有说 首先你得行 你行不行 无所谓 只要有人说你行 这条也无所谓 说你行的人多了 比方说 你在莫桑比克 有人说你行 你在浙江美院 有人说你行 你在清华大学美院 有人说你行 司马南说你行 没用了 所以在美国 这个50个人决定 谁获奖的问题上 只剩下一个行 说你行的人得行 但是如此之行 叫行吗 它只有一个政治标准 和屁股标准 政治标准 等同于屁股标准 就是说 我的立场在哪里 当美国那些有钱的人 他们把购买 抽象艺术作品 当作一种爱国行为 彰显美国荣光 刺下去 法国辉煌的时候 那还有什么艺术标准 具体说 画商 博物馆馆长 批评家 这一类小圈子 顶级人物就那么50人 而且这50人 有三个特点 第一特点 几十年来 更换率非常低 反正就跟几个玩 第二讲英语 第三 往往住在美国或者德国 这些人当中 还包括一些独立策展人 包括一些批评艺术家 包括艺术史论专家 他们的工作 就是翻手为鱼 覆手为鱼 丰功明确 利益均沾 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 你想进去 没戏 进不去 这时我想起了 过去说封建社会的规则 封建社会的江湖社会的规则 老大 怎么才能当老大呢 黑社和老大 三条标准 第一 先入 第二 后出 第三 知进退 什么叫先入 危险 这危险我来干 大哥 我先把他山寨门开了 然后兄弟们进去抢 后出 家定出来了 我掩护 兄弟们撤 大哥顶着 那要不然怎么能大哥呢 但是仅仅这样 那李逵也可以当老大 但他不能 为什么 第三条标准 叫知进退 知道什么时候 把这个话吃劲 知道什么时候呢 把这个题材炒高 知道什么时候呢 突然间一撤 直线跳水 跟玩股票一样 比方说这法国人 心心耿耿于怀 就是说这个法国画啊 卖不出价钱来 你就开卖市场上 啊 说法国艺术家 拿起个东西来 说 看 这法国作家 画的作品 四万美元 起价四万美元 好啊 但在下方上加价 加四万一四万二 啊 没有 下方美国画商跳起来了 No No 不值那么多钱 你不对 你不对 这是美国的画家的价钱 这是什么什么一线的 什么美国的画家的价钱 你法国的画家不值那么多钱 就会有这样的事情 中国老百姓看那洋人在一块 以为他们一定是一伙的 你不知道这个 这英国人和美国人 打了多少年 那宿敌啊 你不知道法国人在艺术上 被美国人欺负的 牙根之痒痒了 那法国艺术家 这个情形就开不出价钱来 所以说 有一个画廊的老板 说的特别准确 他说呀 一幅画的心理限度 和他的国籍有关 所以 在世界的艺术品市场上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超过十万法郎 如果是法国艺术家的作品 就不要买 因为没有值那么多钱 十万法郎 相当于多少钱啊 龙剑 十万法郎相当于多少钱 哪位哪位法国回来的 差不多差不多一万多吧 一万多 一万五 一万四五 一万四五美元 那那其实没多少钱嘛 对吧 按照中国人现在负起来的标准 那你1.5 就算1.5美元 按照现在 按照现在这个标准 没多少钱 对不对 但是所以说法国画家恨死了 因为过去 他们代表最高价 有个威尼斯双年展 中国美术界说到这件事 那都兴高采烈 期待着 引领潮流 看看人家需要什么 咱们好往那组织 咱们到那去开眼界 等着人家给我们启蒙 威尼斯双年展 这十几年 推出的都是什么呀 都是美国人的东西 美国人是压倒优势的成功 就像中国乒乓球一样 打到难过所有的金牌 中国男平女平团体混合 单双混合 这是中国人 只要乒乓球来了之后 那小球 就中国人的拍子 沾着那球 我跟各位推荐一个 很好的健身方式 就没事在家里打球 我老汉今年54岁 每天 不停地打球 我每天都打 我 你一个机器打三次 那你看在哪打了 跟什么人打 我是自己拿着发球机打 我一个人在家里打 就是秋中会那个发球机特别好 给他开到最高的转速 最高的速度 然后啪 我能我左手拿着拍子 右手拿着拍子 这不是就这么大 这不是就这么大 因为他们说五十肩到五十岁的时候 一定得肩周炎 说基本的规律 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这个官过了 要经常要运动 中国人把所有的乒乓就冠军钱拿了 有什么进啊 没进 但是中国人没做假 对不对 中国人没说 我制定一个规则 我用政治和经济的力量 然后呢 我又使你们都拿不着 然后我自己独拿 那不地道的事 中国人不干 但是艺术这玩意 谁说得清啊 那五十个人 他们一捏过 好 那获奖不获奖 他没有客观标准 体育更高更快更强 永远是冒出一匹黑马 你想像瓦尔德那样那样 那也能当教练 当乒乓名人 但是你说那老打 第一是不可能的 可是艺术这些东西 比来比去 最后全是你美国获奖 那就 那这事就值得考虑一下 对不对 这事至少很可疑 对吗 李凯元你说我说对吗 谁叫李凯元 你叫李凯元 刘亚健 刘亚健同志 为什么替李凯元同学回答 好多事都是下意识 幕后有故事 我们就不说了 举个例子说 1999年 1999年三个金师奖 三个金师奖 三项国际奖 文艺斯双天展 文艺斯双天展当时在意大利办吧 意大利主办方 所以就拿走一块 给个面子 辛苦奖 一样 照顾一下 平衡一下 可是 剩下的五个奖 全都被美国艺术家和居住在美国的艺术家拿去 这天下就没有这样的事 我还就不进了 怎么中彩票的全是你们家403号出来的人呢 有这种事吗 这政策分布啊 就大概差不多 当然了 那年曾经有一个奖 就被刚才说的老蔡拿去 那老蔡是积住在美国 文艺斯双天展 各位都是策展人 大家读清华大学 来研究文化产业问题 都有在一线做工作的经历 本次画展赞助商是谁 这件事顶重要 甚至有没有画都不要紧 重要的是有人拿到一千 有人给一千万 说要办个画展 司马南愿意拿一千万资助贵省 你们省不是要搞文化新省吗 OK 司马南愿意拿一千万搞一个画展 我什么都不要 你看 姓子 这事可以干吗 但是你说 那个组也会什么的 最后谁获奖 是不是你们也得听听我意见 商场有这样的规则 叫做投资人决定游戏规则 不论我怎么客气 你得拿我当玩意儿 因为钱是我出的 我要我老婆再演女一号 尽管她68了 就要演18怎么着呢 我说这事和刚才的事没关系 你们千万别瞎想 所以在威尼斯双年展上 那种声势浩大的活动 这么多年来出钱的一直是美国人 因此我劝大家想开 如果有中国企业家不服 那好 这次三个亿你来拿 拿完了之后 你跟他商量一个获奖的可能性 不是没有可能性 很多人有误解 以为外国人脑子不转弯 外国人特轴 外国人特坚持原则 外国人特艺术 那是你在海外单时间短 你跟外国人没呢 打交道打到彼此过心的程度 外国人会拐弯 安国的萨克逊民族 信心教的一切为了赚钱 连这点玩不会拐 这点玩不会拐 那面是世界老大 是我们中国人误以为 只有中国人会讨价还价 只有中国人会投机取巧 只有中国人会掺杂使甲 不 商业规则 全世界各地都是通行的 所以美国的双年展上 所以威尼斯双年展上 美国人拿大奖 这事咱那想开 但是想开之前 我们必须得看明白 有人看想得开 其实他没看明白 没看明白如何想得开呢 现在有一种潮流 何清先生说 这个影像艺术 现在遭到无耻的吹捧 影像艺术 卡厦尔文献展上 影像艺术占了绝大多数 在巴黎当代艺术卜兰会上 三年前 五年前 还没有这种内容 现在小照片 咔嚓咔嚓咔嚓 一片一片 还有 在德国波恩的影像双年展上 荷兰的电子艺术节上 类似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的多 今天我们到了互联网时代 我们到了宇航时代 我们影像技术发展的是这么高级的 把它做一种创作的手段 那是自然的事情 但是 它更多的是技术 而不是艺术 如果说 它是艺术的话 或者说 它是技术家艺术的话 那好 你干脆把奖子 直接给这个日本人 德国人就完了 可是 美国人懂得扬长臂短 美国人懂得在这方面呢 要把它弄到全世界高度关注 所以 这种 带有电视啊 什么装置啊 设计啊 也有点绘画的东西 在里边的这种影像展 就变得多起来 我们现在国内跟着追风 跟着追风呢 就办这种综合院校 办美术 美术系 美术 美术学院下面 在办这种影像艺术系 影像艺术系呢 就出了一大堆 也没有基本功 也没有基本理论 然后上来之后 就像鼓刀 啊 拿几个积木 随便在一块瞎搭 就脑子搭错闲了 喝醉酒了 甚至吸了大麻之后 才出这种创意 说那就好学生 那就毕业了 有多大意思 我们不知道 与此相应的 还是摄影艺术 摄影艺术是艺术 但是那晚上卖的那么贵 那晚上有点吓人 在欧洲 卢浮宫地摊上 大家见过吧 一张照片 卖5000欧元 3000欧元算便宜的 在欧洲有个特有名的人 叫郭尔斯基 每张照片 每张照片15万欧元 当一张照片 卖到15万欧元的时候 您说我们还要 揭个屁股 在那还透视 还写声 还念了副中 然后呢 全国百里挑一念美院 还上了什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不错 我们说的这些现象都是 全球化之后的一些现象 艺术呢 正在相互渗透当中 但是明确一点 需要强调一点 那就是这种 所谓艺术的全球化 是美国人强加的 用政治经济的手段 拿着诱饵 诱惑着那些艺术家 大家懵懵懂懂的 跟着犹如过江之清一样 朝着胡同冲过去的 获利的是别人 这种现象 用现在奥巴马的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的话来说 这叫巧实力 巧实力就是尽可能的付出不多 事大功倍 现在这个双年展 全球到处都是 本来一些很边缘化的国家 现在也能双年展了 而且双年展往往都能够得到 忠心的资助 连卡斯特罗先生 卡斯特罗先生退休了 劳尔卡特罗先生 怪事儿 连古巴哈马那都有双年展 各种各样的海外基金 在座的有没有广东来的同学 广东哪位 有吗 去广东那边过来吗 你急求一下吗 你们两个系广东过来啊 广州啊 广州有三年展嘛 对不对 广州艺术三年展 我不知道 我跟你们求证一件事 据说广州艺术三年展 芝加哥大学拿了100万美元呢 母鸡啊 母鸡啊 就是人家拿了100万美元 那也是什么什么 小意思的吗 总而言之 这种东西人家推广 人家推广就带着政策下来 这就像咱们现在政府 说老百姓老百姓 你要买买汽车 买汽车给你 你买汽车给你 你少收你五百五千块钱 你买其能冰箱 买其能冰箱 我再奖励你五百块钱 一样 也就是说像类似这样 美国人要努力主导的这种抽象艺术 能够呢摧毁你 战胜你自己那些艺术的艺术 人家给你政策扶持 这就是文化混血过程当中 不是自由竞争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中国的文化人 我们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参与者 组织者 我们就有个立场问题了 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确定的文化立场 如果我们缺少一个 严格的价值判断的标准 我们以为自己正在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我们以为自己国际化了 其实有可能丢掉了我们中国文化当中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有可能舍本如梦 甚至可能上了别人的道 你以为开的漂亮的花都是 那就是牡丹 那叫 英素 妖野的花 罪恶的花 你说英素我想起来 但人是北京这个禁毒形象大使 这两天626禁毒的事特多 我刚才路上 我还跟他司机开玩笑 我说 那要吸毒 也不能随便就吸那个 合成那个东西 什么加基奔兵安 冰毒溜冰 没意思 不吸 要吸咱气 绿色毒品 我跟他司机开玩笑 他司机说 什么是绿色毒 那当然是 海洛因 纯天然 可卡因 海洛因 还有大麻 有一个美国回来的艺术家 特认真地给我推销大麻 他说 像你这样的人都没吸过 你太可惜了 我说 那那边上银怎么 他说不上银 我说不上银 你老过刀 不住而没完 突然说实话 我真想吸 但是这玩意带头 真过来不得了的事情 他说 这个在美国吸大麻 吸大麻是有一定的比重的 虽然奥巴马 什么克林顿都承认 他们年轻的时候 曾经吸食过 但是吸了大麻之后 也不见得 就创作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就跟吸烟一样 有人说 吸烟是因为要一起文章 我说你吸了那么多烟 我怎么没见你写一遍像样的文章 所以关键不在吸烟 不在大麻 而在于 艺术创作功利 是一个多种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 现在 我接下来想一个观点 现在中国这个前卫艺术 有一种文化自虐现象 这种文化自虐 被一些人当作时髦 当作是潮流 比方说 有一个小哥们 我的一个朋友 很年轻 得过一些假 搞艺术创作 他有一天特别兴奋的 我说他准备弄一个天门城楼 我好啊 我好啊 他接下来说 我想把这个 那两个标语和毛主席线给它换掉 我说你换什么呀 然后他说那个内容 我就特别 我就不能容忍 我说你简直混蛋 你脑子出问题了 你才干这种事 我说你是不是中国人的 你有脑子没脑子 但是他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 他就是反正天天搞创意 天天探索新的语言 天天想引起绘画界 画廊老板 什么最好双年展 能重视他 人拿着大玩意儿 但是不容易啊 得个边边角角 得个小奖就不容易了 所以呢 他突然间想到 拿这个中国政治 这种代表性的东西 拿过来 把毛主席一样换掉 把去中国人民 去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来换掉 换成了那种特别庸俗的那种 他觉得这玩意儿 这是个创意 我说你这是垃圾 可是这样的东西啊 类似这样 甚至连这个都不如的东西 在巴黎北京 这种所谓的战略会上 都能够看得到 比方说 把毛主席的头像 变成达芬奇最后晚餐的布局 这作品有吧 那林肯的头像 美国人为什么不把它做剥谱装 美国人为什么不做 那不一样可以出大价钱吗 这在绘画语言上 这在艺术上 在技术上有什么难度啊 为什么没人做 那美国人不这么做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接下来我再要问 当有人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制止 当有人说艺术的东西 你不能制止 那为什么没有严肃的艺术批评 为什么没有人与这针锋相对 有一个作品是 最后的晚餐 照样一帮少先队员 是西瓜 满嘴满手 是血一个个神情 忧郁 呆滞 可怜兮兮 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 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 我们少先队员是那样的吗 我们少先队员是 当我们荡起双奖 是吧 是学学雷锋 是刘文学 是可爱的孩子们 怎么是吃西瓜吃的 满嘴满脸是血 那么残忍 那么血腥 比方说 中国军官 画一对中国军官好啊 但是他把中国军官 画成是一群呆若目鸡的事 又瘦小 十一二十岁 小男孩 呆若目鸡 两只眼睛惊恐着 坐着一排开会 再比方说 一排中山的中山庄的这个雕塑 但是中山庄的雕塑呢 却布置成一个祭坛 我们中国那哥几个平平获奖的 那人一个个都呆若目击啊 有一次我去参加那个展览 我拍的张照片很好玩 他是那个人呢 都这么蹲在地上 这么蹲在地上 这么蹲在地上 一个一脚兵 我当时也没走什么脑子 我也过去蹲在地上 现在去我书房 还有这样的照片 我觉得当就一幅作品而言 某人忽发奇想 无所谓啊 但是你当把很多东西联系起来的时候 像这样的作品 遭到大价钱的追捧的时候 那这事就就就很麻烦了 就是一种倾向 如果这样的活动得到了我们政府的支持 以为代表了地球村背景下的文化混血的新潮流 那就可怕了 我担心各位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 辖清华大学林里威风 回去以后大家全做这样的作品 我们画家村包括我们农民画家 都开始这样干的时候 这个画画是为什么呀 赏心悦目不要 但是觉得祖宗这总是不好吧 某人弄一个弄一个 韩西仔夜宴图 他往中间一坐 旁边全是一帮妓女 中国文化 虐待 有人说这叫逆向种族主义 就是中国什么都不好 我要再买我的作品 那个人那个地方 使劲的说 自己的文化种群不好 以此来取悦于别人 不管怎么说 这种心态不是一个好的心态 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 还说这个双年展 双年展 全世界都在折腾 中国也在搞双年展 但是我们这个双年展 是人家的一个分支 人家是中心 我们是人家的一个分会场而已 分会场 干嘛呢 就看着主席台 死盯着人家 照人家的样子 模仿人家 当然了 中心的主席台上的中心画家到我们这来招摇一圈 于是我们就跟着人家的风转 我们以为这是全球化 其实我们自己的真正的艺术的重要性都忘记了 简而言之的说 面对世界文化混血现象的这样复杂的现实 我主张我们用复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复杂的世界 而不要用简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复杂的世界 当然我也不主张用极端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复杂的世界 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极端都不好 但就为艺术家个人而言 甚至包括若干组织者而言 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复杂的头脑 但是如果你把一件事情上升到一个高度 你在谷歌卫星的那个高度看地球 你就会发现很多局部看不清的事 你调高的角度就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之后 我们应当采取我们正确的对策 正确的对策是什么 我以为首先是弘扬自己的文化个性艺术 正确的对策之二 没有必要 非得要加入人家的一元化 我们误以为是多元化 其实是我们加入了人家的一元化 我们被人家化了 有人跟我说是上海双电展 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钱都是地方政府出的 地方政府一说文化产业就激动了 反正现在财政有钱了 这文化创意产业 哗这一片三十亩地化给你们了 我前不久还被人拉到北京一个郊区 说这十二亩地啊 你看这好几条河交错 这个地方搞不成创意文化产业园区 有一个公司就干了 现在各地方政府一说 你能搞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搞创意文化 搞艺术 你能把画家拉了都行 地方政府愿意出钱 但是呢 政府官员你要求他对世界 所谓文化混血现象 有这么深入的了解 有足够的警惕性 弄得清楚国外中心或者基金会的 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 那我看这政府官员 他不是神仙很难做到 但是在座各位专私此道 专门研究这类问题 没有敏锐的政治头脑 没有坚定的立场 那恐怕是不够的 我对日本军国主义十分痛恨 但是日本人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比方说日本人爱干净 比方说日本人说话点头画腰 特别礼貌 因为我说话滋思汪洋 我在单位的时候 我们单位领导就说 你说你小子不得意的时候 得意的时候忘形 你不得意的时候也忘形 所以我老一位说话 这种张牙舞爪 而招人诟病 所以我特佩服你是怎么能变成日本人呢 其实我要说的意思是 日本人有一条我特佩服 那就是在今天所谓文化混血现象 如此复杂 美国人的下了大气力 平常美日本人绝对是美国人的跟屁虫 硬生虫 但是在所谓艺术上 日本人不买美国人的账 日本人坚守自己的文化底线 什么车厢艺术 日本人他不信 他有定力 他的那种文化自信 表现在对日本文化 其实是我们中国的古代的 优秀文化的传承基础之上 高兴起来就穿着和服 弄起花道来 弄起茶道来 然后画起那个日本话来 在这点上 我们要高呼一句口号 向日本人学习 向日本人学习 这话如果单独给他录下来 你说什么呢 日本人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是吧 我们如果把这类问题稍稍抽象一点 谈点所谓理论的话 我愿意把亨廷顿先生的一段话 说与各位领导 亨廷顿说 西方文明存续 取决于美国重新肯定 自己的西方个性 这段话出自亨廷顿那本书 叫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死了 美国著名的战略学家 亨廷顿的很多说法 在全世界都影响很大 尤其是文明的冲突这本书 但是我以为 亨廷顿最重要的著作 不是文明的冲突这本书 而是 美国人的文明特性 亨廷顿写了一本书 他讲美国人的文明特性 亨廷顿忧心忡忡的看着今天 全世界的移民都到美国去 阿姨宣誓加入美国国籍 承认美国宪法 当美国和其他国家作战的时候 站到美国立场上 誓词念完了以后 一路级就变成美国人了 墨西哥那边 你叫他说什么都说 反正只要能变成美国人就行 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到美国去 好 白种人 尤其是安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人 比重越来越小 亨廷顿算了一笔账 我说再过几十年 白种人变成美国少数民族了 不是 他们承认美国宪法就行了吗 不 亨廷顿 他说的才是真心话 他说不 当你已经不信基督教的时候 或你表面上信基督教 其实你带着自己 所来那个民族的文化特性 加入到美国来的时候 他说 美国自己的西方个性没有了 美国也变就没有了 美国人要坚持自己的西方个性 我们要把自己的一切斩尽杀绝 变成人家 吃麦当劳 吃肯德基 吃快餐 吃可乐 加冰块 美国亨廷顿先生 战略家 他不认为美国应当那样做 斯特劳斯 法国著名的哲学家 在亨廷顿说的这个意见的基础之上 讲的就更明确 斯特劳斯说 每一种文化 均与其他的文化交流而滋养 但应当在文化交流中加以抵抗 如果不抵抗 就不再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去交流了 这话说的明确吗 姚洋爽先生 斯特劳斯 刚才这段话什么意思 你来复述一下 You are very modest 刚才那么谦虚 那谁愿意来说说 斯特劳斯什么意思 我是没来听不懂 我进去 没有自己的意义 没有吧 不使用了 是 这 金珠 你的 斯特劳斯这段话什么意思 我觉得应该是把文字长度的东西西 然后最短 应该应该是这个意思 嗯 某燕 这话其实说的特别清楚 他说 每种文化都要和其他的文化交流 而且这种交流是你活下去的很重要的前提 通过和其他文化交流得以自养 但是在交流过程当中 必须自己有坚守 必须做出某种抵抗 也就是说不能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人家 当你放弃这种抵抗 没有这种抵抗的时候 你就没有东西跟人交流了 金珠是金珠 马剑是马剑 你们两个小姐妹交流的时候呢 啊 黄剑 有两点水 我给说漏了 有水平了 好 比如说小金宇小冯两位交流 啊 你把你的有几个男朋友说给他 他把他有几个男朋友说给你 小姐妹 闺蜜嘛 彼此分享隐私 但是你注意啊 当你全说完了的时候 你就没有东西交流了 这个例子不恰当 非常不恰当 非常不恰当 你肯定有很多理由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因为你叫错我 应该找两个 当你放弃这种抵抗的时候 不去坚守自己一些 基本的价值观的时候 你再跟别人交流 你还有什么交流呢 你已经变成那个人了 你已经变成那个人了 我以前老讲什么 有鬼没鬼 老问有鬼没鬼 我说有鬼你怕什么呢 就算是有鬼 最恶劣的结果 如非是你变成鬼 当你放弃抵抗的时候 你已经变成了鬼了 你说还有什么好交流 对不对 这个道理应该是通的 对吗 所以新加坡 罪而小国 人家提出来要坚守呢 东方价值观 新加坡资政 李光耀 罪而小国 但是世界级的大政治家 关键是什么 他提出亚洲价值 关键是什么 国家治理的好 如果我们自己 没有自己的基本价值观 人家说的 人家说的 那就是我们听的 人家干的 就是我们干的 那我们就变成了人家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如果一个艺术家 任何一个画家 无论是哪一个门类 你弄的都是人家的事 你自己没东西 你说你最多是人家的学生 而且呢 永远行不下 捉恋 文化抵抗 这就叫文化抵抗 文化抵抗 为什么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 如果你不抵抗 你发现没有 人家是气势汹汹而来 人家是在文化进攻 而你呢 却不懂得文化抵抗 那你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 你就没命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 叫乔治侃南 关于文化进攻 他有特别明确的说吧 乔治侃南呢 他说 最大限度的提高宣传和政治战的技巧 是中情局要做的事情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干嘛的呢 是最大限度的提高宣传和政治战的技巧 是干这个的 同样是这个乔治侃南还说过 这个政治上撒谎的 他说 必要的谎言是美国战后外交的重要内容 必要的谎言 这都讲得非常吃饿了 乔治侃南呢 当年曾经给美国总统写过一封长信 这封长信里边呢 他提了个概念叫文化独化 文化是文化 独化是独化 文化独化 是说我们要独化对方的文化 我们要独化对方的文化 就等于说 我们用一个外来的物种 打败它原有的文化的物种 外来生物入侵 不是把我们独化 而是用我们的东西去独化它们 文化独化概念在 在坎南那个地方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呢 我们应该给苏联提供 其政府所能接受的 尽可能多的书籍 尽可能多的杂志 尽可能多的报纸和电影 设立电台播音 发起旅游者 学生 教师等等各方面的交流 因为当时东西湾冷战嘛 互相不来吧 但是呢 坎南他跟美国总统写信说 这不行 你要想战胜它 你必须接触 美国后来战略 有一个很重要的说 说法叫做接触性遏制 你不接触 你现在跟朝鲜谈不懂 朝鲜来硬的 金正恩老来硬的 你六旁混台 大家陪着 一块在中国调离台开个会 你根本就接近不了它 你说你要想搞人策反 人家边境线上站着 站着受不拉击的韩国 那个朝鲜士兵 你根本就接近不了 是吧 你那个电台当中 全部都给干扰了 所以坎南认为 接触很重要 说接触不行 接触就是文化进攻 或者说 用坎南的话说 叫文化独化 这个文化独化 这个词如果我们借用的话 大家会发现 改革开放三十年 美国人对我们的文化独化 相当成功 我们有一大批人 心悦诚服的认为 美国一切都是好的 美国富人住的别墅 比我们好 那是真的 对不对 美国一种烤 烤牛肉也不错 对吗 那是真的 美国飞机的头等舱 富人相当舒服 油艇 发誓 据说也不错 对吗 但是你说 美国都是好的 美国欺负我们也是好的吗 那当然不是 但是文化独化的目的在于 模糊是非观念 取消你的独立性 让你的脑袋变成我的脑袋 用我的脑袋思考 因为我的文化已经独化了你 美国模式就是正确的模式 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美国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标准 美国人没做的就是我们不能做的 美国人做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乱套了 我们有很多亲美 亲美派 就是文化独化的结果 这种文化独化 有的时候也很好笑 比方说 有一个在美国接受了 这种女权主义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这个知识分子 从美国回来了 然后就深入到贵州的大山区 到那找那当地的妇女 然后呢 就让美国的标准 社会学方法 一大堆方法 跟他跟那些妇女台 说先测个文件调查 你跟你丈夫好吗 你们关系正常吗 他打你吗 他管小孩吗 你们 好 问你问题 那那个贵州当地的山区的妇女都稀里糊涂 我都没经过这事 觉得很好玩的 你问他问题很好玩的 说那他打你打呀 哪有不打老婆的呀 大家都说打呀 然后呢 我们这位在美国受过女权主义教育的这个妇女领袖 开始激发他们了 那是欺败人权 你应该跟他离婚 离婚 没想过这个问题 离婚之后我们吃饭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 女人就应该自立 然后讲一大套理论 好家伙 多数妇女呢 还是在那种状态下生活 没有受到这种思想 觉悟没那么高 有的一折腾 有些人的性格不一样 性格外相 跟着就离了 离了之后呢 这个妇女做完调查了 她都不管了 那离了之后你说人怎么办 那只好再复婚回家过日子去 国情不一样 文化不一样 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 我们的问题研究 应当从问题出发 而不应当从理念出发 纯粹从理念出发 至少用得着大家熟悉的词 叫教条主义 对不对 所以美国的东西不是普世标准 有个概念叫文化冷战 文化冷战 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冷战的概念 但是文化冷战呢 我一般就不注意了 可是我们在清华研究文化产业问题 我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对这问题 有些必要的关注 搜索一下相关的内容 我甚至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作为大家日常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文化冷战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任的时候呢 他曾经明确讲过 文化冷战是干啥的呢 文化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领土 也不是武力征服 所谓文化冷战 是指我们美国试图以和平手段 要全世界相信美国的真理 相信我们的真理 那为了普及这个真理 我们使用的方法通常被称为心理战 文化冷战就是用心理战 普及美国真理 让全世界人民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的 所以所谓文化冷战 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 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 毛主席对这事儿门清 毛主席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总是要先造议论 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当年梁树铭 大学文家 北大教授 跟毛主席讨论 中国到底应该怎么改革 梁树铭坚决反对阶级独争理论 梁树铭说中国这个阶级独争啊 跟这个国外不一样 国外呢 他这个有钱的人和下面的阶级对立严重 而中国我主张伦理本位 人情本位 因为中国你看 你看虽然这地主啊 他这个 他的战友的资料多 但是他跟故宫的关系 往往还有些呢 就是很好的一种关系 所以中国的伦理本位 我认为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而不必要学苏俄 我们要闹阶级斗争 不要搞残酷阶级斗争 毛主席跟梁树铭就这样的问题 彻夜长谈 谁也没说服谁 但是后来 监国了 梁树铭被主席请到东北去 到处去看 到南方去看 还到四川去看 梁树铭看了共产党所做的事 一风一俗 改天换地 通过闹阶级斗争 全国安定统一了 他到四川一看 那包哥多难弄的事了 但是郑浩平在四川的时候 那抛哥啊 那都抛还是都包啊 好 郑哥啊 这邓小平处理的好啊 好 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既往不咎 只要你归顺人民政府 那好 自食其力 夸张邓小平 毛主席说邓小平这人是 人才难得 这事处理的好 没有把刨哥这种事情的 变成一种的 这个对立的矛盾 也就是说 我们共产党强调阶级对立 阶级的我这样的但是呢 也要阴时阴地 根据具体情况去做处理 意识形态的问题 是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冷战的目的 就是要摧毁对方的意识形态 关于这段话呢 在文化冷战和中央情报局 这本书里边呢 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这本书的作者叫桑德斯 大家有空可以去读 戏的我就不说了 我们看老电影的时候呢 特别看铁道机队 那边有个女特务 在那个年代 我第一次看到女的跳舞 就是在那个电影上 说自由世界的声音 来吧 我们跳舞 Lunba 那样 那玩意儿叫Lunba 那叫Lunba 西方怎么叫自由世界 自由世界对应是什么 怎么就来了自由世界 他们比我们更自由 或者是他们历史上更自由 怎么回事 有时间读书 我才发现这里边有个大秘密 人家就造出两个概念来 这两个概念 我们今天好些人 下意识接受 哇 自由世界 你到美国 你体会一下自由 你超速了之后 警察过来 说不能动 你动一个试试 在中国可以跟警察 你有病啊 你招死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可以跟警察这条 人民警察不敢惹你 人民警察一看 一看是冯建 你更不敢惹了 人民警察就说同志 同志您吹口气 同志 吹这个头 那你看我们看那个网络上的 花标的那个不讲理的 你在美国你试试 在哪边自由 在我们这边还是更自由 但是人家那边叫自由世界 我们这边呢 就被别人说成是 专制的世界 集权的世界 自由对我们专制和集权 这事好多人以为 是哪个人写文章就搞出来了 不是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干了一个大成就啊 在1950年的时候 美国中央情报局呢 在柏林创立了一个 一个论坛 叫自由文化大会 美国 美国 在当时的德国 就是西德 光是驻这个特工人员 就1400名 就在德国 间别就1400名 普京那时候没在 普京那个年纪 年纪跟我差不多 去的晚 但也在德国 那这个时候呢 为了开这个大会 美国中央情报局呢 就动用了 C47军用运输机 从全世界各地 把各种能够请到的 头面人物 全请来开会 所以咱们今天 要一个产品上市 一个新歌发行 或者一个结婚吧 也尽可能把周围体面的人 自己认为脸上有光的人 全请来 对不对 美国也这样 中情局也一样 就把这些人都请来了 几百名代表 到了柏林了 大会的议题 是科学 好 休息十分钟 好 休息十分钟 还有呢 他写了一本书叫 民主乌托邦 他对 这个 卢梭以来的 法国人所探索民主的 这个路上 极端民主的现象 做出了批评 黄和清和 王少光这两个先生 值得特别关注 还有一个学者叫刘洋 也跟我比较熟 洋呢 是仰天长笑的洋 刘洋呢 他最近写了两本书 一本书是和一些朋友一块写的 叫中国不高兴 还有一本书呢 是他独立完成的 叫中国没有榜样 这两本书 都是很开阔的视野 站到中国人的立场上 来审视呢 这东西方文明 这几千年来 分分合合 在交融过程当中 检讨德语诗 我推荐这三个朋友 举荐这三个学者 希望在这的各位 能够关注他们 刚才突然间告诉我 休息十五分钟 我说到哪了 我都忘了 我说到美国中情局 提供经费 C47飞机 运来各地的代表开会 研究的一题是什么呢 是科学与极权主义 是艺术与艺术家的自由 看似几百人的会 但是中情局操动 操控 那就效果相当了得 最后一天 多少人开会 一万五千人集会 大家别以为 只有中国过去和朝鲜 今天动不动就多少万人集会 东西方冷战那个时候 双方都要造声势 人家美国中情局 能搞到一万五千人 开大会 然后呢 来通过宣言 一个叫 凯斯特勒的先生 宣读了自由宣言 就念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起名叫自由宣言 这篇宣言里面呢 强调说是 这个自由世界 VS 集权专制 今天的词VS 自由世界 PK 集权专制 我们是自由 给自己贴上标签 自由 你们是集权 是专制 耶 耶 耶 就开始了 好 这宣言一讲 接下来 西方就开始 以自由世界 我们自由世界的声音 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 自由世界广播 就变成这样了 于是乎 这个东西就进入 世俗的话语体系了 老百姓也开始讲 哦 美国自由 美国都能骂总统 美国自由 西方自由 好 这个东西啊 宣言这类东西 有两种 一种东西呢 它是 坦白的说出了自己的主张 还有一种宣言呢 说的全是自己也做不到的 说给别人听的 这个自由宣言就是 说给别人听 所以 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 叫做大家所看到的 只是冰山的一角 真正底下 是个庞大的底座 冰山你不用老用眼睛 触触动人 这么看着我 这道理恋爱当中也是一样的 比方有个小子 他甜言蜜语 说的全是好话 我告诉你 一定要注意 他底下那个庞大的底座 两个单位也一样 人打交道也是一样 所以 能够把目光拐个弯 折射 看到另外一些内容 那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种智慧 是复杂的生活 教给我们的一种智慧 在复杂的世界 两极的政治斗争当中 我们需要这样的政治智慧 没有政治智慧 那做不了政治家 我以为 也做不了大艺术家 比方说 中国有一个大艺术家 自称大艺术家 人称大艺术家 我一个朋友 中央第二台编导 去做他的专题节目 他说 司马我跟你说实话 我绝对是用最虔诚的 对艺术的态度 来拍这个人 他觉得我说的还不够 他给我拉个名单 让我去采访张三李四 那边说的太肉麻了 回来之后呢 没想到大艺术家 这样 你这个事情做的 他讲的这不对 如果说在这方面 那我在中国 都没有比我做的更好 你碰到这种大艺术家 怎么办 那就没有办法了 嗯 这个文化自由大会啊 看上去热热闹闹的 但是美国中情局呢 人家呢 讲效率 人家讲落实 大会开过之后 25个人成立国际委员会 有五个名誉主席 有五人执行委员会 这些人都受制于谁呢 受制于总书记 或者翻译成秘书长 受制于呢 秘书长 所以呢 这苏联就嘲笑他们 说是 他是共产中情局的 共产中情局结构的翻版 但是冷战需要 后来为了避免苏联渗透 因为在 在那边离得太近 所以后来呢就把总部签到了 法国叫奥斯曼大街 那个地方去 接下来呢 这个所谓的文化自由大会委员会 在英国成立分会 在这个 法国成立分会 在全世界35个国家 纷纷设立这样的分会 接下来 无数个隶属于这个会议的团体 在全世界各地 犹如雨后春笋一般 特途而生 这个文化自由大会啊 表面上呢 他的一号人物 是个作曲家 叫纳伯科夫 纳伯科夫担任总书记 或秘书长 但是一个作曲家 能领导这么大事吗 他当然不能 他只是个傀儡 什么叫傀儡 就类似于 大家去肯德基 看见没看见 肯德基 凡是肯德基店 门口都蹲一个小老头 他就叫肯德基 肯德基少校 但是告诉各位 肯德基少校蹲在那 和精英没有关系 他就是个自豪 这位作曲家就是个自豪 就就像今天 世界上有个组织 叫法轮大法 那法轮大法呢 有个李洪志 这个人呢 他差不多也是这么蹲在门口的 因为他那个素质啊 他管不了事 他不断的出来折腾 一口东北话 大茶味 那啥 师傅今天跟你们说啊 但是其实他没有这种素质 因为遍及全球的这样一个组织 他管不了 真正管事的人呢 现在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首先就跟各位实话实说 咱清华大学我就直说了 真管事的人叫叶浩 叶浩是谁 我们共产党的局级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干部 他管事 海外那些人归他管 所以呢 这个作曲家 在文化自由大会 看着领导全世界 可是他是个小傀儡 真正管事的底下 另有人 管事的人 叫乔瑟森 是美国中情局的一个官员 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全世界的自由文化自由大会 虽然世界自由文化大会各个分会 下面有无数的组织 然后中情局通过各种经济会给钱 这就叫文化冷战 这就是呢 真实的历史 中情局内部呢 中情局的老头目啊 叫布雷顿先生 他主管这件事 60年代到70年代 几千万美元扔进去 布雷顿先生呢 把这种现象叫做文化进攻 1963年到1966年 全世界一共有164个基金会 为多达700个项目 提供1000万美元以上的资助 至少108个基金会资助来自于中情局 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和我们所知的文化产业 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要讲的观点是 没有纯粹的文化 我要讲的观点是 当你去强调一种坚守纯粹文化的时候 那事实上你是PK某种文化 你的敌手就已经设立 当敌手设立的时候 你就必然承受来自敌手的文化的进攻 而敌手的文化进攻 绝非散兵游泳 自在状态 而是呢 有组织的进攻 英国有个著名的学者 当红学者叫狄登斯 到中国来的时候 红得不得了 吉登斯 社会学家 吉登斯曾经这么说过 他说呀 我们要承认美国的电视 对前苏联的瓦解 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克格勃的官员 后来一个老兄 后来变成不同政见者了 他说过 他说这个中情局和英国的情报研究局 合办的那个杂志 当时在苏联 地下悄悄流传 叫邂逅 就是幻想艳遇的人 最喜欢的那俩字 邂逅 这本杂志说办的呀 太好了 从1953年办到1990年 直到前苏联解体 说这本杂志太有用了 引人入胜 以至于我逐渐的背离了 我自己的誓言 和我当年所坚持的意识形态 终于将我变成了不同政见者 文化的力量 慢慢渗透 从53年到90年 大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就不停的跟你讲些花花草草 美国文化 可乐 麦当劳 有人对中国的中宣部的领导 表示不满 我经常听见有人说 中宣部管 管这些管不了 不该管 管不好 瞎管的事 北大有个叫焦国标的 写天文章叫炮轰中宣部 我不认为中宣部的 所有的事情做的都对 我不认为中宣部工作 不需要检讨 我要谈的角度是 美国没有类似中宣部这样的机构吗 那些对我们今天的新闻当中的某些 他感到不自由的现象 提出批评的人 坚持认为 美国拿什么中宣部 对 美国有没有美宣部呢 人们不这么想事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美国中央情报局 就是美国的美宣部 美国中央情报局 就是美国的文化部 他们的标准 就是政治正确性 他们的目的 就是文化冷战 文化进攻 文化独化 他们的手段 那就是包括 各位研究的美术作品 所有的领域在内 无所不用其极 直到让对方缴械 瓦解他的意识形态 美国中央情报局 直接完成 对外宣传美丽的 美丽街合众国的任务 这听起来的话题好听吧 宣传美丽的 美丽街合众国的任务 这不就是中央外宣办吗 对吧 人家中兴局就直接干了 所以呢 在美国中兴局有一个词 叫做艺术啊 是准军事资产 没有纯粹的艺术 准军事资产 那文化名流 全世界各地 拿军飞机拉过去开会的那些人 文化名流是什么 文化名流 那当然就是宣传工具 好了各位 刚才我说的是一大堆 讲的是一个意思 文化混血时代的幕后大戏 这场戏究竟怎么样 我最多是跟各位讲了冰山一角 讲了一点 实际情况比这丰富的多 热闹的多 所以刚才我说那几位学者的文章和观点 我请大家有时间呢 去看一看 接下来我们会